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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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进学 拜见面思业 桑琪 你可知道 女子送男子荷包是什么意思 知道 就是有意思 但弟子并非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学生对老师的那种意思 意思意思 燕四爷 这可是拜师礼 您不能不收吧 白石 记录一下 今日收到桑琪送的拜师礼 李莲一条 调出小鸡 这部剧主要描述的是 赵卫斯饰演大苏马桑维的独生女 赵琪 为了要完成最爱的亲哥哥姨悦 决定进入国子监读书 帅气而活 撒脱自然 虽然说这部网络喜剧是架空的年代 不过在剧中还是可以用一些地名或者是称呼 例如称呼皇帝叫官家 首都汴京就是北宋的首都开封府的古名 正能推敲出朝代应该是宋朝 而主角当其要独色中方国子监也是从随朝开始 就是中央开办的官局 也是古代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 而国子监具有一定程度的肩服能力 所以在领域的学员和信号操守都很重要 不止读书还要习武 我来试试吧 让有些人看看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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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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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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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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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得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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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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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